您看到未来基隆市台二线的朝静公园路段 先前发生了山壁崩塌 至今都还在修复 不过随着中台凯米越来越靠近 也因此相关单位加紧脚步赶紧做补墙作业 现场连线给记者蔡俊麒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来观察凯米台风 初见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就在基隆要带你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状况 相较于清晨来说 现在在基隆的这个风势来说 已经有明显的增强了 好 不过就要趁台风还没有来之前 赶快完成或者是提前赶工一些 加强补墙的作业 像是我们现在就在朝近公园台二线的 这个路段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先前 因为这个边波崩塌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怕台风来之后 可能风跟雨很大的关系 可能会导致说边波可能会有落实在崩落 所以现在这个工程得赶快加紧脚步来看看 是不是能够初步做一些防护措施 像是其实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个 喷浆补墙的作业 另外其实他们也看看 比如说像是在 你有看到像画面中有一些网的部分 也预期说看看是今天可不可以来顺利的 来完成一些防护作业 也期望比如说像是台风在来之前 能够来将一些安全的措施来维护好 因为毕竟其实还是有一些车子会通过 所以也希望在台风来之前 能够妥善的完成这一些作业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因为台风陆陆续续靠近我们台湾 所以预期越晚之后 风雨也会更加的明显 还是提醒民众 千万这一段时间能够尽量的 不要到靠近海域的部分 就尽量不要靠近海域的部分了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